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道一号南下台南马斗路段昨天发生大货车追撞车祸,造成二名警及一驾驶死亡,由于肇事驾驶坦诚因疲劳打瞌睡造成该起事故,工作超时等疑虑引起外界关注,其所属的景山交通公司成为众矢之地,对此,立法委员黄国昌痛批谁是这种无良企业的靠山? 台湾又还有多少这样的公司呢?谁让景山交通集团可以如此横行? 黄国昌在脸书上整理出景山交通集团相关记录,发现该公司有的三多,包括交通违规多,违法超时多,与肇事死伤多。 黄国昌质疑,是什么样的执法环境,让这个集团老板根本罚不怕,也赔不怕,致用路人安全与生命为无误。 黄国昌认为,肇事司机,当然有必须面对的责任,但这个交通集团的老板,为了牟利是司机超时工作,疲劳驾驶,在台湾各个公路上装置一栋炸弹,造成一件又一件的悲剧,更是有无法回避的责任,却总是可以躲在背后谢责。 黄国昌呼吁,政府该痛定思痛,强化稽查,认真执法,别再继续纵容这种无良企业,竟然可以一犯再犯却仍屹立不摇了。